为了振兴全民经济 除了中央发行五倍券 地方也推出了高雄券 只要民众拿五倍券在高雄消费 就能与店家换取高雄券 而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在咨询中指出 有特定人士收购五倍券借此套利 他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手上有5000块钱的五倍券 他用现金给你收购 同时再给你450块的高雄券 我们都知道应该照道理来讲 如果你去外面消费 你5000块就是可以拿到1000块的高雄券才对 但是他却只有给他450块 所以就表示就说这个收购的人 中间拿走了550块 等于他的赚走了550块 到时候再跟政府来做兑换的动作 所以这整个过程里头出现了一个情形 就是有人把这一个五倍券 当成是一个买空卖空 把钱从政府洗出来的一个方法 陈丽娜认为在高雄券的管控与设计上 似乎有漏洞导致大量收购图利的情绪发生 因此也要求经发局尽快了解 避免让政府的好意沦为不孝人士图利的手法 而高雄市经发局长廖太祥也进一步回应表示 按照高雄券的焕发机制不应该会发生 但将会加速追查 刚才我们在医事厅 那个陈丽娜议员有提到 有业者可能手头上有高额的这个高雄券的事情 在既有的管控措施下 照理说不应该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也因此我们刚才也请议员提供我们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会尽快的来做相关稽查以及处理 不论从中央的五倍券到地方的高雄券 事实上都没有任何这种错误或是有这种违法 我们认为违法的行为都没有民事或刑事上的责任 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高雄市政府必须要去赶快遏止 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行为 陈丽娜特别呼吁金发局要查明此案件 避免造成振兴效果未达成 反遭有心人士来土力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